传统来说,维波的话,大家都认为是好像很难,实际上你们可以问一下学长的,从大学学的维波的话,他们感觉应该是都不难,而且确实实的话,随着他们毕业以后,到华为,中兴,电信,还有就是一些很多外企,他们工作都非常顺利,而且确实会发现很多东西的话, 追随到起源部分的话,都是无论技术的基础,比如说现在色评通讯系统,FID,导航系统等等,这些东西呢,它的最基本的支撑的物理体系,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编长无论技术所研究的各种各样小型的细节,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气垫的支撑,可以使得我们现在比如说,人手离开的这个小的这个手机啊,或者说是所有的那个无线网络啊,所有的那个限时的直播,包括现在的这个VR系统啊,它基本的支撑啊,都是基于电影厂有的技术。 第一堂课的话,我们按照教务处的要求,肯定也会,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些概况,还有就一些考核的要求,可能这些东西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。 那我现在先就这第一个问题,来讨论一下,给大家说一下,我们有哪些可以用的资源。 第一个资源,就是下面大学是应该是比较早进入,就是一个网络教学体系的,我们这门课堂也肯定就是,做一个网络教学体系的一个示范课程。 所以说大家在,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到教务处的那个方向网站上,就是注册,然后的话,登录系统以后,下载网界的所有的资料。 那你的话,也就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。 在哪里呢?就是教务处,三个简单的那个汉语拼音,后头就是下面大学的标准的那个域名,xmu.edu.cn。 在这个地方进去以后,那么你的话,就可以在下面的课程中心网,点一下,就可以进到这里。 然后你选一下我老师的名字,我叫刘柏强,你点这个老师的名字,或者说点你所要选的这个课程,微波技术,那你都可以进入课程。 进入课程以后的话,那你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课程的所有的资料。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课,就是微波技术基础。点进去,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课程的整个介绍,包括我们的课程的发展历程。 包括教学大纲,教学日币,还有教学信息,还有我会及时的发布这门课程的所有的课程通知,都会放下去。 每一年的那个,讲到哪里了?然后的话,最近这一段时间,重点要掌握哪些内容? 还有我们要固执的习题,你又选择了,我习题的话也放得很松。就是习题的话,往往我一般如果要求你们做三道题的话,我会给你们有四道货的文道题,你自己选。 你自己选,你认为比较感兴趣的,那么对你确实会有帮助的那个题来做。 那么这个是课程通知,课程介绍和课程大纲,就给出了我们这个课程要讲的东西。 这个要讲的东西,我们底下会随着这个章节的推进的话,那个逐步的进行这个介绍。 当然从这个课程来说的话,无外乎跟别的课一样,就是我们首先会对整个课程的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,学习这个课程的主要的发展的一个趋势。 还有就是它的应用范围。那么进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,就是课程介绍,也相当于我们这个书的微波记录的第一章里头的一些前连部分,有关应用。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概述。那这个应用概述部分,讲完了以后,我们就进入这个整个课程的这个主体介绍。 课程的话,我们主要包括了,就是下面几章。第一章的话,就是课程概论。第二章,我们会介绍有关传输线理论。 传输线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射频电路,或者说微波通讯体系,整个射频体系,RFID,互联网等等,这一系列系统的一个支撑部分。 那里头的话,包括它的简单的这个议论系统的建立,还有主要的求写方法,以及主要的工具,都会在第二章有关传输线理论里头来介绍。 那么,第二章讲完以后,首先第二章是一个最核心的内容。第二章讲完以后,我们会对规则的金属波导。 这一个应该说上个世纪,基本上是全世界通讯系统的主要支撑系统。第三章,会对整个通讯系统里头的基本传输体系,也就是说举行波导系统进行一个介绍。 举行金属波导,它到底是怎么样工作,它的基本原理是怎么样。 那这个核心内容大家掌握了以后,我们也会由浅入深的,这样子把它弄到后面的,就是关于课程的一些进一步的变化,就是有关原性波导,椭圆波导,还有符合的举行波导等等,这些的组合。 那过了这个通讯导导系统以后,我们也会对上个世纪70年代末,后期发展起来的,就是有关违带结构,就是违带线,进行一个介绍。 这维带线系统的话,应该说现在用的也非常好,它可以在什么地方呢?当然现在也会,应该说对电路也很感兴趣,对光肯定也很感兴趣。 那么它这种片式的微波器件可以很好的与,就是比如说电路,它直接可以一体化继承,跟光学器件也很容易一体化继承,就是片式微波。 那么现在发展起来的话,当然有关RFIC,NMIC,等等一系列的问题。 刚才讲到第三章,第四章的内容。 那讲到第四章的内容的话,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有关导型系统部分,讲述的话就全部讲完了。 那么接着,这本书里头的话,应该还有整个第五章的内容。 第五章的话是什么呢?第五章是《光通讯系统》,是这本书的内容。 当然由于我们现在光方向的话,已经开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课程了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微波几乎这门课,那么我们就不专门去讲光这一节。 为什么不讲呢?实际上又可以讲的就是比较通俗一点。 我们讲电子科学语剂,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,电子科学语剂。 物理系那边也有这个对应的专业。电子科学语剂,它主要分成几大块呢? 一块电路语剂,就是研究电路。 还有一块,本身就是搞微波子,微波器件,天线,充讯,这是第二大块。 还有一大块,就是专门搞微电子。就是搞那个比如说微电子器件啊,薄膜器件啊。 那么后面还有一块,就是搞光的,搞光通力器件,光电子器件。 那么你们可以看一下电子科学语剂这底下几个学科。 从微波的角度,从我们这门课的角度来看,这几个是怎么样关联起来呢? 本质上来说,这四个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,或者说主要的学科, 最最根本的基础的支撑就是微波电厂。 因为所有的这四个方向,它的基础理论都是麦克斯为方程。 说到麦克斯为方程,大家可能都知道。 那么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,稍微有一点差别的区分。 在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区分呢? 产生区分的原因是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的载体不一样。 承载电磁波传输的载体不一样。 你如果传输的载体就是普通的界电常数这个介绍板, 骗出的介绍板,或者说是导线。 那么就进入了电磁场理论的低频繁数。 频率很低,配合质,最多也是照合质。 这样一个低频的范围。 就是电磁场理论的低频范围。 它基本的有覆盖的这个面就是电路里的, 这属于电磁场理论的低频。 往后,实际上还有。 那一般来说的话,如果电磁波它的传输载体不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路板上的话, 如果它就是自由空间、空气进行传输,一般大气传输,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无线通浸体器。 那么也可能是我们马上要学的那个波导管,空气的波导管, 在那个金属波导里的传输。 它的载体就有空气,载体变了。 它的研究学科也就真的变了。 大家可能也要说,不是还有光吗? 光是什么呢? 光实际上就是电磁波在二氧化硅玻璃这个载体里的传输。 光鲜是什么?光鲜就二氧化硅玻璃。 中心折射率比较高,而旁边折射率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纤维, 或者说骗数极限。 它满足的基本方程, 依然是你们已经学过的电视产品。 然后只是它的麦克思维方程里头的求解过程中, 所有的借鉴常数它都要换成对应的折射率。 不是真空的那个8.85、10的负责十二次方的一层内, 而是要换成一层。 一层跟折射率之间有个平方的关系。 就是你只需要把麦克思维方程里头的东西全部做一个替换。 替换成什么呢?替换成对应的借鉴常数。 那么它整个系统就变成光的系统, 就是整个秀尊点。 所以呢,原来传统的维郭里头的话, 也就有这么一张,第五张维郭。 但是我们的话, 现在因为它专门有这么多, 有很多课,可能有些同学也选了。 那么其他课的话,会讲这个部分。 所以说我们就不专门讲这个。 当然我也可以给大家说, 你如果看有一些光的书, 你看不懂的时候,推导看不懂的时候, 你回国头看,你来看看, 《维郭技术》第五章它是怎么讲的。 这本书里头讲的那个整个推导的话, 应该说比他们那些书的话, 推得更详细, 包括它的那个《借数过道理论》, 《光纤理论》, 还有《光纤器件》, 它里头也有很详细的推导。 这是第五章。 我们虽然说不讲, 但是我们比较快地回顾一下, 顺带地讲一下电子科学技术里头, 覆盖的自己的面图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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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